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股市达论 那经过了个周末 台股今天可以说表现的平平 那量也不大 指数波动也不大 盘中最多的早盘曾经涨98点 然后后来翻黑 一度又跌了 大概47点 到中场 拉到平盘 大概在平盘附近做一个收盘 那差量2656亿 这两天 包含今天礼拜一跟昨天礼拜五 都比上礼拜前面的量可以最多 在杀盘的时候杀到4000多亿 要小得相当多 所以看起来就是说 盘杀下去 会有人要接 那盘上来 那个追加意愿就没有了 表示就是说市场的心态还是相当的保守 那这两天的量说其实是有道理的 因为一来 那在周末的时候 乌克兰跟俄罗斯传出 有可能在最新的一次谈判过程中 或许有机会达成一些协议 所以大家都在等 都在看 看到底就是说 俄罗斯当初就说你不要打才是最赚的吧 你真的打下去又要被制裁 你每天要花据说是超过台币5000多亿的一个军费 又死一堆人 不划算 所以俄罗斯那边 他也承受很大的 就打不下来 要越花越多钱的压力 然后又被制裁的越来越惨 那乌克兰也希望赶快停战 所以双方都愿意做一些妥协的话 那最新的谈判如果说可以有一些正面的发展 对股市谈判就有帮助 但是大家都在等 所以今天就亮说 这是第一 今天就亮说 第二 联准会在台北时间的礼拜四要开会 那普遍预期笃定要升息 那联准会的说法大致是支持升息一马 所以你说升息半马或者不升 不可能 那升超过一马 现阶段就说通膨的很严重 他必然要升息 但是因为战争也可能造成 就说对经济的一个伤害 所以尼奥远准会说 升息的过程太过应判 那也做不到 所以升息一马 看起来应该会是一个最大最大的机会 那大家都在等 就等这两个东西 所以如果谈判可以有好结果 然后礼拜四的升息 确认升下去之后 到礼拜五或者是下礼拜 如果说这个都有发生的话 那下礼拜我认为这个行情就会比这礼拜 就会来得更加热度 那这样就有机会回来 当然回来不会太多了 因为今年是一个升息的趋势 你要回到过去的动辄四五千亿不太可能 但是回到一个常态的三千多亿应该有机会 所以这几天在等的过程 成功量两千多亿 今天最后补量补到两千八百六十一亿 那这两天可能就是持续的会在那边量缩 所以等待 但是谈在整理是没有错 量也确实缩 那理论上看起来就是说 应该没有什么行情 可是不同类股它的走势就差很多 比如说电子股几个比较重要的 IC设计的高价股 股王CDKY在宣布要拆股一拆四之后 连续两天的大跌 今天更惨是跌停板 当然所不多 因为这高价股本来就没什么赏户在玩 但这个股价是创了一个新提甲 所以当IC设计最贵的那一档挂 当然整个类股就会比较吃力一点 然后2454的联发科 今天也跌的快要20块钱 盘中也是创了这个波段的新提 从1215块已经跌到剩下934块 这跌下也接近300块钱 所以当联发科还在破底的过程 当然就代表IC设计股的整理还没结束 然后也是高价的6719的励志 上贵那一波最高来到1015块 打下来的过程在今天又破底 又破底 常常一跌都是跌超过半根 从1015块跌到563块 代表这个修正都还没结束 所以其实在上个月一个月前 我就跟大家提到说 很多的IC设计公司 据我所了解 他们的客户陆续都已经有一些 砍单的动作出现 那一旦砍单 就表示价格一定会松动 你要去回想 就是去年IC股是为什么大涨 因为代工缺货 供不应求 所以订单可能排到半年一年之后 每个月营收创新高 产品跟着涨价 那产品越涨越多 毛利率开始跳 营收创新高 获利就成长三倍四倍 五倍十倍的 这样在外IC最明显 那连亏一个 可能三四年四五年的一堆 比较烂的IE设计股 去年都赚钱 但因为我说基期高了 当基期变高 然后订单松动 那价格也跟着松动 只要价格也滑 营收也滑 获利瞬间在一季之内 腰涨或者跌得更惨 这是看得到的 水股价一路在破 那现在电子股 跟很多IEC股都有这个问题 都有基期高的问题 所以我就说 为什么我们在一个月前 告诉你说 我们就卖到生销经历科 后来又多买了一个智原 其他的资金都转到行业股 是有道理的 因为基期是最大的因素 我认为生锡倒是还好 主要是因为基期 那反倒是 刚刚我们看到 高价设计股都跌了 长龙 今天还是涨 股价最高来到了166 前面这个高点是171块 但是今天收盘价收164块半 已经创下这一波的 收盘价的最高 没有跌到 对照电子股 一路往下 他是收这个波段的 收盘价最高 阳明也是 今天最高133 赞里面最高是137块半 这也是已经逼近高点 几乎已经到高点之前 然后 旺海也是 虽然说还没到高点 但是你看到 就是说电子股一堆在跌 这股票都在涨 所以这是告诉我们说 市场的资金的方向在哪里 钢铁股表现也不错 虽然量还不大 大部分都是涨 所以现在我就说 电子股就是事倍公半 很努力的 找很多强势的股票做操作 但是你会发现就是说 人家传产股 可能一点点好消息就涨很快 结果电子股好消息 可能都不太会动 这是一个市场资金面的问题 因为升息对于电子股不利 极其高对电子股不利 所以现阶段它就是在一个整理的阶段 那你就需要时间 所以上半年可能你都要让电子股做一个整理 打得够低整理够久 下半年有利多的 自然下半年又会大标特标 所以现阶段不用逆势 挑一两档两三档最好的电子股做操作就可以 其他部分我们暂时还是把它放到所谓的飞电的部分 那当然电子股的部分 手起来是经济科 三两档三打到三六九 我们在三七七做加码 说这是绝佳买点 隔天就涨停满来到四零八 一半五隔日冲卖压拉回 然后今天盘中 找盘三九九的高点盘中压回到三八五 尾盘拉上来 收小跌一块钱三百八十九 那基本上成要量六百五十七张 那量很缩 那表示就说它筹码其实就是维持在 一直维持在一个非常好的状态 那静值也回到十块钱之上十点零九 这有助于后续法人 在第二季有可能就会开始 比较稀奇的买潮 那显现电脑部分 有机会在六月份第二季底就看到 可能会开始上线做量产 所以时间往前推进 所以可以生产的时间变长 所以今年整个产出量 也会比预期来得多 另外一个重点是 其中一部分原本是ABF的设计 改成BT 那虽然性能降一点点 可能降不到10% 但是成本降到剩下三分之一 就是载版的成本剩下三分之一 四分之一 而且不缺产能 所以量产时间提前一点 然后改用BT又不缺产能 所以整个从六月到年底的 今年度的一个行政电脑量产的量 我估计会比预期大的不少 所以这部分是可以上锈 所以跌到这边其实我认为跌无可跌 那前面三波其实修正下来都有大行情 从162反弹到433的过程 涨了一波涨了271块 然后再打回到312再涨到484的过程 一波涨了171块 然后再打回286再涨到540的过程 一波又涨了254块 所以从前面的三波行情 少则170多则270 那现在已经连续三个月 营收至少9000多万 7000多万 然后离营收要大爆炸的时间 可能剩下一季的时间而已 所以未来的行情 如果比前面这三波来得更大 我认为是相当合理的 唯一就是比较吃贵的就是说 现在电子骨它比较闷 它在一个比较吃力的状态 但是不可否认的 还是有大概四五成资金在电子骨 所以这四五成的资金 它终究还是会在电子骨的这个族群里面 寻找一个最好的出口 那你要摒弃高基期的 你要找低基期的 今年大成长的 最后当电子骨整理差不多 只要它不要继续再破底再跌 开始进入一个横盘整理的过程 强制股它就会冒出头 那时候金利科它自然就会冲上去 那另外一档就支支援 比较尾盘逆势收最高287 找盘最高来到295块 尾盘可惜又被当中打下来 小跌一块钱 跟金哥一样小跌一块钱 它也没有高一级问题 因为今年预计营销成长五成 获利大概上看12块钱 四星今年大概可以赚30块 28到30 那这波股价最高1230元 目前还有1080 接近1100 本云比都还有大概三几倍到40倍 所以ESIC的IP股 有四星在那边 它等于是定盲 告诉你说说我这样的一个产业 这样的获利我本云比是三四十倍 那未来资源应该也是要比较 所以相较四星还偏低 假设12块乘以30就是360 12块乘以40就是480 所以目前股价不到300 所以这个相对四星偏低 那投信这一波也连买 持续买超每天都买 不管涨跌都买 买了超过18000多张 我就说你说 三月是第一季的季底 投信要做账会做账什么 当然是做账自己买一堆的 比如说长龙 买一堆的 你不做账这个 做账什么 难不成去拉一个自己没有的 然后帮别人做抬教的动作吗 不可能 一定是拉自己有的 很多家投信 常常都会有 共识都会一起搞同一个方向 因为大家的绩效都会好 所以会做账 就是说航运股 它必然是做账标的 那资源也是 电子股最少数几档强势股 而当资源拉上去 那3661的世新 其实投信也没有放弃买超 每天都要买 这个也有机会 这样挡上去 金额科当然也就不会太差 所以我认为其实大行情快了 因为电子股也不会 不可能就是说 从现在一路跌到 4月 5月 6月 我们是认为下半年 可能才会有大行情 但是它不会一路下去 只是说它在整理的过程 要有大涨需要时间 但是只要它开始 电子股开始走得平稳一点的时候 资源是新金额科 我认为就会冲了 那时候就是金额科 最精彩的时候就要开始 当然除了电子股之外 现阶段强势的还是航运股 上礼拜三长龙15 礼拜四来到162.5 礼拜五160 今天最高来到166 前一波高点171 虽然还没过高 但今天收盘价已经过了 这一波的收盘价的最高 实际上根本没有跌到 我们加入成员买在142 143 现在又赚了二十几块钱 因为三月中跟四月初 渴望再涨价 那我预期明天下午是董事会 应该有机会配超过20块钱 殖利率会超过12% 投信呢 这波大买3.5万兆 就刚刚说了 所以就是记底作帐 就是会做这种股票 殖利率又高 十几% 买的又安全 成交量又大 周转率又好 持股又一堆 然后后面如果再涨价 那与其去买电子股 给他破底 给他套 不如买这一边 所以法轮都是这样子想的 杨明也是 上礼拜算123.5 礼拜四就回到129块半 礼拜有127 点最高来到133 最高来到133 前面高点137.5元 其实杨明和长龙 几乎同时都回到高点 代表就是说 这一次的乌俄的战事 那跟英国跟美国 要禁止俄罗斯的原油进口 所以造成原油一路飙到 139 140美元 然后股价拉回的这一段 几乎都已经涨回来了 但说电子股把这一段 涨回来的并不多 并不多 行业股几乎都是 穿高的大人在 那我估计杨明配息 应该有机会超过15块钱 那市场有人期待20 但是我们保守一点 抓15块 因为杨明有官股的成分 所以上次在发 那个年终奖金的时候 就小气很多 人家长龙发40个月 好像发8个月 所以被骂死 所以这种官股成分的 他可能没有办法那么大 但我估计应该 我就会配个15块钱 职业率也是有超过11% 如果配超过20块钱 那就多了 15块钱有11% 所以去找电子股 你说要超过10%的很少 但是传产股超过10%的 十几%的不在少数 这个就是现阶段 他传产股吸引人的地方 所以现在资金都会 往这个方向跑 那你往这个方向来 其实都会相对安全 也就是说选股 其实并不在于 说我们一定坚持说 要买什么样的类型的股票 我们只要买科技股 只要买电子股 那我们在两年前 操作防疫股的时候 那时候五成八成一倍 在赚的时候 其实大家都赚很开心 那时候大家谁会在乎 是不是电子股 重点是会涨得 有数字的好股票 它都是好的金银股 那只要坚持买金银股 而不是买哪一类股 那要最好的毛利率 营业率 最好的EPS 最强的成长性 跟最好的市三率 当这些条件都符合的过程 会赚钱的就是好股票 那现在有最新的周周333的全新的专案 那我会利用三个月的时间 帮大家找三档最棒的金银股 只要每一档都有超过三成以上的波段的空间 那三档三成就是一倍 所以周周333 那就是要让大家 用333的一个方式 去达成倍数获利的目标 现在很多股票都来到一个很甜美的位置 这样的标题很多 那现在周周333有最棒的优惠 赶快跟我们先上助理来做联系 等会儿我们再聊小股票 欢迎回到现场 那电池股因为高基期的因素 尤其是最近在手机那一端的订单掉得蛮快 所以其实据我了解 即便是联发科 对于金元代工的一个头片的量的部分 应该也有所下修 所以当股价持续性做一个拉回的过程 而且是跌破了均线 那目前看起来都谈不上去 表示这一端你还有一段时间要整理 所以基期高的你要避开 那没有高基期问题的 比如说经历科 智源 世新 而且头信不断在买 当然经历科还没买 但是另外两档头信不断在买的过程 那如果说三月底开始进入坐账 结账 往上坐账 拉了上去的话 我认为这三档股要相互比较 所以电子股目前就是大家就看这个方向 那传染股盘中电子股的量大概剩下45% 传染股大概都接近三成 所以上千档电子股分45%的资金 二三十档的航运股分30%的资金 所以当然动能强的都在航运股 那除了货柜航运之外呢 传送航运四位航上礼拜三就涨停 45块1 礼拜四就差一点涨停 最高46.9 那礼拜五最高来到48.7 那今天最高49.45 所以其实每天都在创一个短线的高点 那股价也是突破均线 看起来就是要做一波的一个突破 主要是因为BDI指数过去一周 就大涨超过26% 这个我每天都有追踪 有一天涨5% 有一天涨8% 隔天又涨5% 礼拜五涨了0.5% 那礼拜一也涨 所以一整个礼拜涨了26% 幅度很大 这代表就是说 整个散传航运的景气一直往上走 去年就赚7.16 目前运费又往上涨 今年看起来赚个8块10块的几率相当高 那你说股价只有不到50 如果可以赚个8到10块钱的话 那本益比不是只有5倍 那低档 股价在一个绝对低档 去年高点70块3 现在股价连50块钱都不到 所以上的股票 如果说电子股持续需要整理 那资金从电子股转出来去寻找 这个相对有机会的标的的时候 航运股进来 然后股价又低 人气才一上来 动动动 标上去的速度是非常非常快 会非常快 那另外也陆续布局一档低价的航运的标股 那一样收费BDI一周涨26% 那运费要涨 毛利率就会开始往上 股市大园超传心法 第一条叫333 第二条是涨价的最标 第三条是毛利率向上的股价最标 那我常在讲说毛利率向上不见得是因为涨价 有可能是产品组合的改善 改变 但是涨价会带动毛利率往上 就像去年Driver IC一样 股价大标特标 所以散传航运势必涨价 那毛利率往上 获利就会往上标 股价最标的就是这一段时间 那它的股价离前面高点还差六成 所以我就说 我们目标就是一档股票 如果说有三成空间的话 有三个月可以找到三档这样的股票 那就是一倍 所以周周333 利用未来三个月的时间 找出三档 波段操作 超过三成空间的 这个波段的精明股 一档一档赚 只要可以赚着三档下来 那就是一倍的活力 那现阶段周周333的专案 有最好的优惠活动 想要跟着郑老师操作 加入郑老师的达人教育成员的 利用这个机会吧 祝大家收视顺利 明天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